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考生 走进全国各地的考场 承载着数以百万 甚至千万计的家庭的殷切希望 在从今天开始的两三天之内 这一场重大的考试 将决定很多人一辈子的人生道路 高考的意义 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 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就被这一次考试决定 有的人不过是他 人生漫长挑战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考试 高考这个制度近年来 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和争议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 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认为它是一个合理的方式 但是关于高考 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一生的人生意义 有多大的影响 我倒是有一些经验和体会 愿意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高考是在三十多年以前 那个时候跟今天有很大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大学毕业之后 国家是包分配的 意味着你只要考上大学 你可能会彻底的改变你的身份和环境 你这一辈子吃饭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那种高考才是真正的决定了 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一辈子的命运 对比我们今天这样的高考来讲 那个时候的分量和意义 要远远的超过今天 当时的高考还有一个不同 就是先填志愿后参加考试 我当时受家庭的影响 说填报的志愿都是医学院校 第一志愿是北京医学院 在填表的时候 填完了那几个医学院之外 发现表格还有空余之处 这个时候我就按城市挑选了一个学校 我心里头根本就没有想到 我会去读医学院以外的学校 因为我有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 第四志愿 全都是医学院 结果命运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在我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的情况下 马上就被最后这个志愿 拿走了我的档案 所以我最后就到这个城市 去读了机械工程专业 其实我在学校里头的学习成绩 一直都是不错的 那一年的高考也并没有发挥时长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 几十年过去了 当我回头看这段经历的时候 我觉得命运给我做出了最合理的安排 如果我当年去读医学院 我可能出来以后会是一个不错的医生 但我应当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因为这跟我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这个机械学院里头 度过了我不太快乐的四年的时光 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不应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第二以后 我留在这个城市工作 然后在几年以后 我受我当年的老师力劝回去读他的研究生 我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我的本意并没有想去读 在这样一个专业里头 我并没有享受到我想象的那个快乐 我总觉得这样一段人生 是一个被别人安排的阴差阳错的人生 后来我出国 我就有这个机会来重新考虑和审视 我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和专业的方向 在那个时候 我选择的是计算机 重新回到学校 读了本科和硕士 并且又在硕士之后 读了四年的博士 完成了资格考试 开始了论文 在第四年的时候 一通电话 把我叫到了西雅图 彻底的放弃了我在学业上面 所有的努力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难道是见前眼开吗 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就是我对那个专业方向 还是没有能够说服自己 即便到了西雅图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 好像在外面看起来非常光鲜 但是我心里头非常清楚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我并没有感觉到自由和快乐 所以多年以来 我内心一直在纠结挣扎 希望找到我下一个人生的出口 在我过了50岁的时候 这样一个希望终于出现了 这就是我今天在做的事情 我要做自媒体 所以从高考 为什么讲到这一段 这就是我整个人生 到目前为止跟你的分享 高考那个时候 一个偶然的事件 似乎左右了你人生 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方向 但是你人生最后的方向 很难说是由于当年那次高考 或者是后来我的出国 以及我在50岁以后发生的人生的故事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没有以往的那些经验和那些事件 那些经历的话 我今天走不到这一步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那么在今天这个全国高考的日子里头 我把我个人的经验拿出来分享 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表达的中心意思 或许是 不要把那一场高考 那一次考试 看成是多么的了不起 有些人因为高考的失利 受环境和家庭的影响 导致最后选择轻生 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是非常的不应该的 你真的不知道 你一场考试 怎么可能决定你将来的一生呢 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30多年以前 你想想看 在我高考的时候 认为一场考试 决定了你一辈子 你从事哪一个工种 在哪个地方 工作 你看 30多年过去了 世界发生了 何等巨大的变化 而今天变化的速度 是一个指数级的变化速度 你根本就难以想象 3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 不要让今天一场的考试 决定你一辈子的人生 今天很大多数考生的 平均年龄 都在18岁到20岁之间 你们的人生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都不知道公司 或者是职业还存不存在 说不定那个时候 大家每个人都是在家里头办公 我这样子的表达 并不是想要宣扬高考 无用论 人生在面临每一个挑战 或者是考验的时候 都应该全力以赴 认真去对待 但是不要把那个结果 看得太重 你尽力了 是什么结果 你就接受它 然后收拾你的心情 朝前走 因为我经历的不同 所以我对高考 大学 以及专业 它所承载的意义 有不同的看法 这直接导致我 对我自己的子女的教育上面 采取的手段 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的两个孩子 在高中以后 我基本上就不再管他们 我甚至都不再出席家长会 那么他们的作业 他们将来考什么样的大学 读什么样的专业 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我基于的认识是什么 第一 我不能帮他选择 因为他们自己的人生 他们最好最开始的时候 就学会了自己做主 第二 我选的东西 一定不会适合他们 或者是即便是适合他们 我对他们资根资底 知道他们将来会喜欢 从事什么工作 我也不能强迫去指定他 有的时候 他可能会要走一段 不可避免的弯路 最后才会认识到 我所说的那东西是对的 但是我绝对不愿意 我也想象 我不可能去强迫他们 去走我规定的一条人生 我一定要让他们主动的去发现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宁肯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走一些帆路 我也愿意在远远的看着他们 去掉进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坑里头去 让他们自己爬出来 只要那个坑不是危险的 不是无法挽救的错误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自己还有点紧张 不知道最后的效果会是什么样 但是我很快就注意到 原先比如说 有些作业我要催他赶紧赶紧做 不要到最后交不上去了 最后我发现 由于最后家长没有在旁边唠叨 他变得更加主动 知道这是他自己的责任 他会主动的安排好所有的时间和计划 然后按时的把这个作业完成 我也注意到 经过一段时间 成绩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在稳定的上升 小孩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的经验 读大学了 小孩要报志愿 选哪个专业 读哪个学校 我一概不管 你自己去选 你自己去尝试 你自己去划算 要不要离家远远的 还是就在家旁边的学校去上 因为我认为 当你自己想通了的时候 你随时都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向 你今天可能选择的是 这样一个专业方向 到明年 你要是不愿意读这个了 你就可以去选择另外一个方向 甚至你四年时间 你都不知道你将来要做什么 你毕业以后才知道 那么你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你可以去改变方向 都不为此晚 当我想到自己要花三十几年 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 我宁愿承担一定的风险 让我的小孩去花五年 甚至十年的时间 去真正的找到自我 找到他的兴趣 即便他的运气特别不好 他也能在三十岁以前 找到自己的健康快乐 人生的方向 所以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认知 我才能做到 好像神经特别粗大 近乎有点不负责任 但是我认为长远来讲 一定是对他们好的 当他们来问我大学专业方向的选择的时候 我给他们唯一的建议就是 你喜欢什么 你就去读什么 不要太在意这个东西将来出来 能不能找到工作 赚的钱多还是不多 我唯一在课程上面给他们的建议 就是尽可能去多学哲学和心理学 工具上面去学计算机 所以如果你非要我给你一个专业选择的话 当你不知道哪一个专业你喜欢的话 你先去读计算机专业 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工具 当你掌握了这个工具之后 你如果喜欢去学考古 喜欢去读英国文学 喜欢去读艺术或者是音乐 有了这个工具垫底 你在其他的领域里头 你都会比较容易得心应手 我为什么又要建议他们 多学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 因为我相信哲学让你认识这个世界 心理学让你认识别人 让你认识自己 其实我整个这个概念非常简单 掌握一门有用的工具计算机 然后去从事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要局限于你那个狭隘的领域 要对整个的世界有足够的好奇心 对他人对自己要有清醒足够的认识 当你做到了所有这一切的时候 你有足够的谋生技能 你有一个兴趣的爱好 让你乐此不疲 你有足够的自信 你也能够恰当的处理好 跟外界的物、人、事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我看来 这就是一个成功快乐的人生 并不需要大富大贵 并不需要多少的金钱 这是我对我的小孩的 恩切希望和衷心祝福 也是我采取现在这种做法 背后的理论基础 好了 最后让我们回到高考这个话题来结尾 如果你的小孩在这两天考出了好的成绩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终于能够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 去进一步深造 那么 祝贺你 如果你的小孩这两天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发挥失常 或许没有如愿地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 或者是专业 一点都不要紧 人生不是只有这样一次机会 人生不是白米赛跑 而对于那些完全考杂了的小孩 你的人生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必要上大学 他的人生照样能够取得成功 你为什么就不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呢 你要相信 你的一辈子不会被一次考试而决定 再过五年 十年 三十年 当你往回看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 今天这一场考试的意义 远远没有你今天想象的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姿态 去迎接下一次考试 而从此以后的漫长人生中的诸多考试 都不会采用今天这样 你需要进入一个考场 拿纸和笔来作答的这样一个形式 只要你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头 能够经受住所有的考验 那才是你人生真正的考试 只有在这些真正的考试当中 你能取得好的成绩 你才是人生的强者 最后的胜利者 最后引用那句老话 条条大路通罗马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不放弃 只要你不断地前进 哪怕你走一些弯路 最后你同样可以到达罗马 我在这里 衷心地祝福你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快乐的人生 好了 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